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众对于这一件事的认识越来越多 可想而知 我不知道是鸡鲜鲜蛋 究竟是有相关投资产品然后带动需求 还是真的有需求然后带动了投资产品出来 但我见到今年不停追踪着环球资金流向 流入ESG相关的 或者比较特别的可持续发展相关的一些概念 资金其实是不断上升 就是说过万亿已经很少规模 我记得有些说 全球可以投资的潜在规模是高达90万亿美金 那么多 可以不同的计算方法 其实简单的数字都是很庞大的 你说看最基本的 就是我们有的数据去看 是看过去这段时间 这一两年资金流入的情况 而说的是正流入 就是说整体量是流入的钱是多少 盈光幕也看到的 其实看到2020年 全年我们看第一季度 去到第四季度 其实加起来 大概是4300亿美金的规模 但是如果我们看回最右边 就是那个三个的bar 我们看到只是今年的头三季 已经是4600亿美元的规模 就是说今年头三季 已经是超越了上年全年 都未算到我们第四季 即是我们今年的第四季 所以我们看到 那个资金流入其实很直接的 是一个反应 就是说这类型的投资 是否吸引到客户 或者投资者的认同 以及去支持 但回到你的问题 究竟是资金带动 其实这个也不重要 因为已经成为一个主流 大家都应该值得留意一下 我想问基金界 其实经常都会跟我说 我们现在ESG and Value Investing 价值投资 那些不干净的那些 不太干净的目标的公司 或者他们做得不好的公司 我们基金界不玩 惩罚他们 其实是否真的呢 这个是很有趣的问题 一般来说 如果我们做基金投资的话 其实我们首先看就是 如果本身有些企业 它的产品或者服务 是本身比较干净 就是它比较低碳牌的 当然是现在受到追捧和支持 但是还有一件事 是千万不能忽略的 就是它本身现在是属于 一个高碳牌的模式 但是它是一个致力去到转型 就是说由现在去高碳牌 它透过一些转型 透过一些投入 资金投入 改善的经营 令到由高碳牌 落到低碳牌 这个中间的过程 带来的投资机会 其实更加不可以忽略 所以我们两边都要看 我们要比较中庸 去找回各方面的投资机会 那即是其实呢 某程度上 你都回答了我一点 但是不是很直接 即是其实呢 他们真的不是很符合 标证的公司 其实你们真的会少看了 会不会这样说 我们在投资那方面 可能视乎不同的策略 可能会买多买少 但是在我们和他们一起去帮助他们转型的当中 我们会更加积极去了解多一点 要联系多一点 看着他们转变 是的 我们要帮助他们 因为呢 其实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未来的资金流向 我们看到很多 无论是各个政府 因为它智力要达至一个碳中和的目标 我们看到最近在一个叫做气候峰会26 都举行完毕了 那有些总结都是说是朝着这个方向 去帮助企业去转型 那我们都是密切留意 哪些公司是有心 有力 然后我们是透过资金 去投它信任一票 希望它在转型光中 带来一些机会 给我们作为机构性的投资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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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